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唯一没有贡献的地方是南极州 那你知道吗 南极州也是病毒的永生库 但现在有可能大量涌出 我们刚刚来介绍在今天新加入讨论的来宾是 牛津大学化学博士陈耀宽 大家好 以及资认分析师林永明 耀宽大家好 大家晚安 新加入的来宾还包括万宝投资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以及资认媒体员邱明玉 大家好 赶快带你来关心 这一波的疫情烧向全世界 现在只有一个地方 没有被武汉肺炎给攻陷 那就是南极州 全球七大州现在只剩下南极州 没有疫情 但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很担心 南极州的病毒 有没有可能大量涌现 因为南极净土遭染血 一片新红震慑全球 这是怎么回事 对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一次的疫情让大家不含而立 因为除了一个南极州的净土 没有被感染到 你看哈佛大学的流行病学家 他说全球大概有70%的人 会被这一次的新冠病毒感染 那么现在目前来自 那一天有吓坏我 对 但是李医师讲完之后 我就比较放心了 不过他是说 他说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 才会有70% 好 假设是这个情形 目前没有被污染到的 就是干净的南极州 那么各位看一下 南极州其实它隐藏在 冰层底下 数万年之久的冰封 你看 今年2月科学家 侦测到南极州的温度 竟然最高达到20.76度 就是超过了有史以来的 20度高温 那么这20度高温 20.76度 对 那么有史以来 今年2月的温度最高的 那么会造成什么 一般人就说 这个可能是 这个海平面会上升 地球暖化 会造成这个什么温室效应 其实隐藏的更可怕的 可能人类的大灾祸 为什么呢 好 人类大灾祸 真的有可能从南极而来吗 我们来看这是新闻 最新的新闻报导 南极岛屿50%的冰都融化了 科学家很担心 担心什么呢 远古病毒或释放 后果无法估量 对 光光一个武汉肺炎病毒 我们就不得罵 那要是远古病毒 请朝而出怎么办呢 对 我举例来讲 在2016年 我们在整个俄罗斯 西伯利亚地方 就曾经发现过 怎么2000多头的路死掉了 感染很多人 那发现科学家 传染病学家发现 竟然有碳居感菌 就碳居的病毒 竟然 为什么 因为地球暖化 冰层底下的碳居病 竟然复活了 感染到 所以当时在西伯利亚这些 什么病毒学家 生物学家 很担心 那这怎么办呢 他们就穿了黄乎衣 开始到这个深层底下 在冰封底下 因为我们科学家 把他认为说 冰封底下 这个所谓的大冰库 以为说 是个瓶颈的地方 其实美国的科学家 早就知道了 它底下是蕴藏 很丰富的微生物 甚至冰封起来 远古的这个 病毒 细菌都在 因为细菌病毒 自从有生命的开始 自从有微生的开始 它就存在了 那么这个西伯利亚 所以它是被冰起来 被冻住了 对 它只是休眠而已 那南极就底下很多病毒 没错 那么你看到 刚刚提到的西伯利亚 知道碳区杆菌 他们研究了 穿了防护衣 后来发现 在一个疑似的遗体里面 发现说 它有那个什么 比如说天花的这种斑痕 所以它疑似这个天花斑痕 那么它就开始研究 里面的天花 因为天花已经在地球表面 消失了不是吗 那么它很恐怖 是高烧 而且会有农斑产生 那么发现 既然天花的DNA 竟然存活着 所以从这个事情 可以知道说 在冰封底下 这微生物病毒 有可能还在 那科学家更证明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这个 在南极桌 这个冰层融化之后 造成什么 神经毒剂的大放送 什么神经毒剂的大放送呢 知道吗 那个底下科学家 已经研究出 大约蕴藏了多少 1.2亿公升的拱 重金属的拱 1.2亿公升的拱 大概相当于奥运游泳池的 50座游泳池的量 那拱代表的是 拱是一种神经毒剂 拱是一种重金属 拱中毒 那就神经毒剂 以前我们铅拱是没办法排放掉的 那么在槟城底下 西伯利亚这一块 或南极洲底下 如果都溶结了 那些拱会释放出来 它大概是我们目前地球生物里面的 两倍的拱存量 所以神经毒剂就不亦而释放出来 那是更可怕 人类浩劫 对 人类浩劫 刚刚提到只有病毒 细菌 那拱也是其中之一 这到底冰底下有什么 有碳区热 对 它有碳区热 有天花还在 那还有人类不知道的远古病毒 可来还存在 都还在里面 还在里面 那我们来问一下 老师这是什么 那为什么今天 南极净土会遭燃血呢 全世界看到这个画面 为什么所有的科学家都很紧张 对 这一块画面 科学家突出来了 到底是什么大屠杀 怎么一块雪白的地方 染成了红色呢 我放到画面给观众朋友看 为什么会在南极洲出现 这样的血血 血血 这个真的惨不难堵 一看到是不是外星人入侵 或大屠杀 是不是南极这些 企鹅被屠杀了 后来科学家很近用显微菌去观察 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因为这个叫做雪藻 雪藻里面含的是 贝韬萝卜素 虾红素的成分 那么它为什么这个成分呢 因为地球暖化 冰雪融化之后 它为了阻挡紫外线 所以它会大量繁殖 释放出这种虾红素 贝韬萝卜素 所以它是藻类 是藻类 那么它代表暖化了 是红色的藻类 那它大量繁殖代表暖化了 那它本来它就是在冰封底下 它是休眠状态 那么温度变高了 它开始大量繁殖了 那显现了全部是红色的雪藻产生了 那误以为是 是不是重大的凶杀案 是不是屠杀企鹅 或者外星人入侵 其实就代表了 我们刚刚提到 那些恐怖的事情可能会发生 地球暖化了 雪藻大量繁殖了 雪藻大量繁殖 代表的是地球暖化 代表的是熔冰 而熔冰背后让我们担忧的是 原古的病毒 本来被冰封的病毒 有可能被加速释放 没错 那么回来看 南极 大家不要以为这是鸟不生蛋的地方 南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 中国南极基地 在那个地方掠夺资源 军事 甚至还成为中美角力战的地方 没错 如果在曾经媒体报导 就是中国大陆破冰船 习近平还站在甲板上 指着前方说 这一个是人间净土 这个是地球上少被开发的一片土地 他们要进驻了 你看 他们开始建造一座 叫永久机场 那么永久机场 没有错 它紧追着美国跟俄罗斯后面 因为美国已经建了18座机场了 俄罗斯有8座机场了 你看中国大陆要做永久机场 而且除了永久机场之外 它目前已经有5座 所以画面这是中国的永久机场 中国的 这个要做永久机场的 而且它已经有5座的所谓的科考站了 那画面上刚刚那是雪茵601吗 对 刚刚画面那个雪茵601 就是要做机场的部分 永久机场 因为它的飞机是要不用折叠的 可以固定的机翼 所以它是特殊的飞机 特殊飞机 要在南极 降落的飞机是比较特殊的飞机 比较特殊 而且它已经跟澳大利亚签了 这个五项协议 五项协议 你知道美国跟澳大利亚 本来这是战略的伙伴 它竟然跟中国大陆签了几项合议 那么它以后的这个飞机 燃料油 补给站就没有问题了 那如果它这个五个科考站成功了 包括它的一号邮轮的成功 包括永久机场全部弄了之后 将来它可能在三抢之内的 美国 俄罗斯 中国大陆了 所以就唯一现在没有被 新冠病毒攻陷的南极净土 仍然隐藏着 让很多科学家担心的病毒释放之忧 感谢观看